字幕《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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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我用了短短的几个月 我去开了我一栋三层楼的 CFOSEN过后 全部Shut up了 我要用实际证明 用结果 来证明给你们看 到底我可不可以 最重要就是 其实你就要证明你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意思是你想要做的东西 是 所以一开头的时候 不可能我们因为那些人言人语啊 然后就放弃我们想做的东西 他们我跟你讲那些话是 哎呦 好贵勒 可以 咩咩咩 因为他们觉得我以前的生活 就可能就是 ok啦 有出门有司机 然后就拿什么bag 出去high tea 其实这些是不了解我的人 才会这样觉得我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 你根本不向往什么high tea啊 什么东西 你们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工作 你们在工作的时候我更加在工作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有high tea的生活 有司机 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做live 他们会觉得 哎呦 你上网卖一片吉他六块钱啊 怎么不可以呢 可是我一天卖一千片的 再加上难道你觉得 上网做live就是你去吗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就关于到 起不起事的问题 可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行业 很low 我反而我觉得你讲越low的话 我要把它做到越quality 行业没有分规见了 我们又没有头又没有墙 又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 给他们这些言语 弄到有点道的 我会觉得 马步是一个目前 就是你就当做 你是个表演者 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吗 我听了这样子的话 我更加努力发分 然后去做更多的东西 去证明我们是可以的 他们讲那话 你更激发你自己啦 我如果遇到这些喜欢 出阴招什么恶招什么那些的 我会当如果真的是让他成功 害到我的话啦 我会从中让自己去 面对更多不同的难题 来去解决问题 来去提升我自己 其实就是从错误里面学习 如果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他营了过后 我们自我检讨 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输掉的 什么东西我做的不够好 为什么会让人家有机可乘 这样子其实更加好 他会让我更懂得 怎样去面对更多的难题 是 线上最多的就是很多假户口啊 哇他可能突然间他说 你的Frozen的海鲜吃死人 多咯 我跟你讲 很多假户口现在 就是这种阴招咯 对 我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 我讲哎呀不能买的啦 就是可能是competitor的人 也可能是jealous你的人 可能 可是我check回去 他是完全没有下单记录的 其实竞争是肯定了的 物理是同行 或者是你人与人之间怎样的好 如果你是以一种良性来竞争 我非常respect 是 我觉得良性竞争是 很好的事情来的 因为你良性的话 其实你是不断的在 找方向去超越自己 所以当你看到很多时候 你说人家怎么样去超越你的时候 如果你抱着一种心态 就是我要打垮你 然后我才赢的话 这个就是恶心了 他会做很多那些没有道德的事情 比如说 比方说 我们做销售的 这时常都会发生事情 今天我收了一个客户的定金 我要买 要借贷款咯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 不然间 因为客户抢啦 对啦 就是所谓的undercut case 他就会跟客户说 OK 你cancel那边 你来帮我买 我给你一点点的额外的钱 Discount 对 Discount 其实他给不到Discount的 他可能就是给一些钱 1千 or 2千 因为agent commission 他看到他可能他commission有5千 他宁愿拿1-2千来给 他宁愿拿那3千 这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怎样好咧 要找发展商咯 我们要找发展商 你必须要出一些policy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单位客户 你要给回原本的那个销售员 这样子 这样子我们才会继续 安心的继续卖你的产品 不然的话 今天一单 下一次两单 你不懂明天 你不懂明天用谁来 对 人家白做你知道吗 这是心态来的 你因为要赚钱 做省能力机的事情 但良性的意思是说 ok 今天你卖了3千 好 我以你为目标 我下一次我挑战我自己 一天卖4千 这就叫良性 他找一个对的对象 来让自己去有一个竞争的心态 这是良性的竞争 或者是一个月还没卖到1千 我也是一个月还没卖到1千 比如是你的 来 我们比赛 如果这一个月谁卖多的 谁输的 下个月请吃饭 这个就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但你不能够因为要那个利益 而想太多那些古灵精怪的手段 对啊 可是现代人 我觉得很多都会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太不好的想法 尤其是很担心是年轻人的那一套 所以这些 我们尽量给多一点那些好的 和正能量的东西 给予外界的年轻人 呃 女人在磁场上的心得 我觉得学的东西真的是 学不完 你必须要把你的那把长尺 怎样去提升到很有那个 内涵啊 很有深度高度的那种境界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优势在那边了 这样你不能够因为 要好好的善用 对 不能够因为这个优势 这样你就以为 你自己很厉害 是 所以还是要学 因为世界真的太大了 更加需要我觉得就是有 一定要有一个远见 就好像你这样子的经历 其实初心跟远见都是 都是必须要有的 是 很重要 就遇到困难的时候 永远不要忘记当时你初心的 那个梦想咯 不管是女人或是男人 我觉得他的那个自身能力 就是他要如何 怎样去凸显自己 就是在某一些你觉得自己的强项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比较 有善于社交的 他可以 哇 他的他的收屑是很厉害 这样子那些人呢 我觉得他更要去调整 他里面的内涵 可能他只会 讲 只会吹 可是现在有很多这样子 其实里面是空的 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每一个行业 从红出种云 对啊 对啊 你必须要有的 除了刚才我讲的那个自身能力 你要放大自己的优点以外 我觉得进修是必须的 你看到什么东西 你不要去质疑他 你要去接受他 你要去学 这样子可能 当你要转行 还是什么东西也好 你的视野已经比较宽阔 对对 你不会自己锁死自己 所以可能你觉得 你插不出那第一步 因为之前你没有在 那些knowledge 没有在 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 对 你的敏感度要高一些 我觉得现在年轻一辈的 他们缺乏的就是 那种心态 正确的心态 可能他们每一天睡醒 他们都觉得 哎呀 我要发达 然后第二天走回沿路 可是他们 然后第二天走回沿路 其实他们没有发现 他们所有的行动跟态度 他们都是站在原点 对 从来没有突破自己 对 其实当你要成功的时候 你要迈向成功 你要必须去 关注自己 本身每一个细节 包括你的time management 对 包括你怎么样处事待人 包括你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 这些都是可以lead到你成功的 对 可是很多人往往去忘记这些细节 他们就觉得 我要赚钱我要赚钱 不顾一切去赚钱 可是当你成功真的成功 你缺乏这种细节 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而且我觉得一定要讲到做到 一个负责任的人和细心的人 无论他处理什么事情 他的态度心态一定都是好的 没有不合理的职场 只有不合理的心态 为人处事先低调 机翼来时好炫耀